当地时间5月11号下午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在名次国家儿童和青少年艺术创作中心 彭丽媛抵达时 白俄罗斯副总理科恰诺瓦在门前迎接 彭丽媛来到大厅 身穿漂亮民族服装的孩子们 挥舞中白两国国旗 唱起当地传统的迎宾曲 几名青少年向彭丽媛献上面包 盐和鲜花 彭丽媛掰下一小块面包 占颜品尝 在艺术创作中心二层 彭丽媛来到绘画级手工艺品展厅 欣赏由孩子们完成的 二战胜利70周年绘画展 彭丽媛对孩子们描绘的图画 制作的布娃娃等连连称赞 在合唱排练厅内 彭丽媛欣赏了青少年们的和声表演 随后彭丽媛来到三层的舞蹈厅 少年儿童踏着节拍表演民族歌舞 献上了一台精彩演出 彭丽媛对孩子们说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去中国 进一步加深两国友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